我们在上周的时候教大家if的一个流程图的写法 那时候的做法呢是先宣告一个main函式 关号刮起来之后呢我们把if的这行程式码呢 塞进去其中宣告int a等于3 如果a是3印出一个它有没有合理 合理我们印出来结果呢它会印出一个小黑就写一个yes 写一个yes是我们上周教的一个重要的if判断 可是我上周做一个不好的教学 什么教学不好呢我是这样教大家的 我说我们会画一个菱形 我就画菱形 然后菱形里头会写一个if 所以我这边写个if if然后缘括要写一个a大于3的时候呢做判断 然后呢再做两个箭头 一个箭头往这边走 一个箭头往下面走 这个叫做yes 这个黑黑的看不清楚 我换一下线实行线 好这yes 然后左边右边差在哪里呢 左边这边用一个方框框框框里头就写说 要印一个pointf yes 所以我这边就写一下 这里就写一个pointf过号写个yes 这上周这样写的 可是有同学说老师啊这样写好麻烦哦 尤其是箭头还要从头开始 然后再拉到最后结尾的时候再拉过来 然后这层次就结束了嘛 这就是层次的流程写法 有没有比较好的画法呢 有的有的 是什么画法呢 powerpoint开起来 选择插入 插入这个叫做那个图案 如果一直一看这个三个字叫流程图 有没有看到 有非常开心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画流程图 你可以不用不需要用这种画法 小画家画的要死要活 你可以用进步的画法 进步画法呢其实它的简单讲法就是我先插入一个图案 比如说我希望一个菱形做半段 就写个菱形在这边 菱形准备好之后呢 菱形大概长得太高了 它其实没那么高 正常代表没那么高 所以重来一次 再做一次插入 然后选择图案 选择菱形 然后圈下去就有个菱形了 然后我们再选择插入一个图案 选择长方形 这常见了 或是显流程图长方形 代表要做什么事情点下去 还有插入我们的图案 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就是直线 线条 流程图有个线条 线条那种时候记得滑鼠过去 会多出个圆圈圈 黑点会出来 滑鼠过去会有个黑点 所以就把这个黑点 拖曳 等到这个黑点出现之后 放开 它就连起来了 什么是连起来呢 从此这辈子就连起来了 非常的棒 只是同学遇到了问题 什么问题呢 颜色不漂亮 我教大家 你可以按Ctrl A全选之后呢 选择图表格式 选择全黑黑白 这种最像是流程图在用的 然后点它 就可以开始写啊 pointf过号写个yes 就写完了 记得p是小写的 然后呢 这地方也是点两下 写说if过号a大于0 就写完 只是呢 它不够大 你就拉大一点 就可以把它写下去 一样全选完 就可以做动作 然后最后我们要做流程图的结束 就把这边全部做完了 所以再插入一个图案 直线线条 从世界镜头拉过来 黏上去 然后呢 从再加一条线条 一样选插入 图案 箭头 从这个黑点 有黑点往下拉 拉过去 然后呢 这地方也可以再插入一个图案 选择箭头 从这边黑点 拉到我们这边要拉的地方去 这就是流程图 有些人比较龟毛 他会希望多个直角转折 那是看人的个性 不过如果有PowerPoint 我们就世界开心了 举例子 如果给他放前一幕 就可以看到这一页 流程图就出来了 颜色不对怎么办 记得全选 挑选这个颜色 这时候你再按前一幕看 这就是流程图 大概画出来的样子 排版呢 自行设小一点 或图案设大一点 就可以解决这边流程图的问题了 这是关于什么流程图呢 是上个礼拜叫的第一个流程图 叫做if的流程图 第二个问题出来了 我们叫第二个流程图 开心档案 把它全选 开心档案 贴下去另存新档 叫画的流程图 画跟if流程图差别差在哪里 把if改画哦 那发生什么悲剧呢 他发生的悲剧就是 本来这个叫做if的流程图 我觉得画好丑 稍微给他挪一下位置好了 先挪这样子 然后再加一条直线 这条线在Ctrl C Ctrl V 之后呢 往下拉 把左手拉过来接上他 右手拉过来接上他 这样看起来比较有流程图的感觉 很帅 问题在哪里 if跟画的差别 他画有够小的 怎么画大 我也不知道怎么放大 再说好了 我想到了 Ctrl A 把这个点他 然后点点点点 Ctrl A 一直点就可以加起来啦 就全部都符合起来 就超多的 那一旦有if跟for 我们要做if 我们要做画好 做什么画呢 我把它做超厉害的一个连结 这个连结就是 我可以把它选择 整个框框变大 超大的流程度里头 悲惨的事情发生了 这悲惨的事情就是 然后呢 如果是画好 if这样写没问题 画好就有问题了 我们要复习上周进度 画好回去跟if的差别差 这条线 他的这条线不是往下拉 他他跑去哪里呢 这条线 从拉到楼上去 这条线呢 也是给他搬到楼上去 那这样悲剧就发生了 为什么悲剧发生了呢 因为 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开始了 画一个很漂亮的图形 来讲他发生什么事情 我把这个图放超大 再再放大一点点好了 我把左边这关掉 关不掉 没关系好 现在留衣服变这样 所以这衣服呢 变成画 可是我还是写衣服哦 流程图被转接过去了 转接过去之后 我们看一下那个悲情的画图的结果 你就有感觉 悲情画图结果如下 我们用绿色表示 一开始 走过来 不是走这个条线 我重画一次 那个下面插再插掉一次 下面插找不到 下面插是哪一个啊 这没有下面插 这就是下面插 好 我们现在开始做这条可怕的线 一开始走进来 请问A是多少 A是3 所以我就打个英文字母 叫A是3 好 那我接下来这流程图 去往右走哦 接下来印出yes啊 印完yes之后往上跑 跑完之后呢 请问再进来之后 A是多少 A还是3啊 所以对面再写A是3 很好 非常好 等一下就不好了 走过来 再印出个yes之后呢 再过来 请问再过来之后 A是多少 A这辈子都是3 然后因为塞车嘛 所以就点点点出来一下 好继续 这辈子他就一直绕圈圈 绕无限多次都不会停 为什么A永远是3 所以最后画出来 程式结果其实非常可怕 我们看一下实情结果是什么 表面上一个3哦 我们现在看到可怕的3出来了 哎 抱歉这是骗人的 骗人的小 那个扣把子 这才是真的 哇靠 一直印yes 这样看你还没有感觉 如果把跳航弄掉 你才知道他有多可怕 讲话你的印象 他就长这么可怕 很可怕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用eve跟坏药的差别 在eve做一次 坏药做几次 他就一直做 做到他不是大雨淋 请问他会大雨淋吗 他这辈子有点大雨淋啊 没有人改过他 他有点大雨淋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这东西这辈子 有谁会用他 最多这辈子 曾是只用过一次 印出这种东西出来 就不会再用他的 所以我们上课呢 很少教坏药 可是坏药你一定要会 因为坏药跟衣服长很像 为什么很像 衣服长这样 坏药长这样 两个几乎一模一样 对吧 所以坏药跟衣服是很像的 只是坏药通常是在 永远不停的回圈 不要停 不要停 不要停的结果 会产生这种可怕的坏药回圈 所以上个礼拜 我们交的最后一个 跳掉没有交的 缝药回圈 才是精彩的来源 在交缝药回圈之前 我们会先加个大挂挂起来 我们做什么东西收尾呢 我们希望 他不要这么恶心 不要停 他希望他多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 我们希望这边 多做一个小小调整 让我们这边写 A-- 我在print的yes之后呢 我再印一个A- 我希望看到他的效果 A- 会什么效果呢 我们先看结果 逗逗逗逗 几个 三个 同学们好像太焦点了 都要看手机 没关系 我们再继续讲 如果你们写的是7 请问质疑出来结果是什么呢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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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叫做A- 而且比較龜毛的人呢 還會做一個動作 他要稍微對齊一下 沒有對齊了 那就自左對齊一下吧 程式碼A- 我們再來畫一次這個流程圖 一開始過來走進來的時候 請問A多少呢 A是1 所以就寫A 他是1 忘了寫A A是3 A一開始是3 沒問題 A一開始是3 流程繼續繞 遇到這個碼 Pulling of yes 而且A- 所以結果為什麼 A現在變多少呢 A現在變成2 因為 A- 然後流程繼續往這邊走 讓大家思考 思考再繞過來 請問現在A多少呢 A本來是3 現在A是2 所以我再寫一次 加算你印象 現在A是2 好 那我們開始繼續繞圈圈 繞圈圈 繞圈圈 加油到 沒關係我就繞過來 繼續走 所以既然A-怎麼辦 A減減的 所以悲劇又發生了 A又少了一點 A現在變成1了 從2走到1去 為了讓同學們了解多悲情的事情 我們繼續往下繞圈圈 所以繞到下一次遇到0 行作判斷 我們流程圖只教兩種形狀 一種叫做 過頻教導一下 過來 好過來 現在這個時候 這條線A的值是多少呢 我再寫一下 現在A剛剛說是1 所以A是1 沒錯 A是1 是不是大於0 是還不是 太好了 所以呢 A大於0 就繼續走過去 然後呢 又印一次 PW之後呢 糟糕A減減的 現在A變多少 A變0了耶 沒關係 0繼續走嘛 反正還沒 還在繞圈圈 繞過來之後 悲劇就發生 為什麼發生 A是0還玩什麼 就不用玩了嘛 A是0啊 怎麼會大於0 A是0 就沒辦法大於0 太慘了嘛 哭哭了 所以它再也不進去了 所以 通常這邊會寫個英文字母 叫做Y的Y 會寫個Y在這邊 叫YES YES代表往右邊走 NO 代表往下走 所以繞圈圈繞 其實一次 兩次 三次 走三次之後離開 所以PW會印幾次 印1 2 3 會印出3個.f YES 所以這就是畫了回圈 的進階型 基礎型 不會停 根本不用教嘛 進階型減減之後呢 會鎖喉鎖起來 好 看完這個進階型 有感覺之後呢 我們把上禮拜沒教的 唯一一張圖再教完 你會發現 上天真的是太可愛了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開始把程式碼修改 我們不想要這個程式碼 把它刪掉 我們做修改 4回圈 英特A等於3 A大於0 A減減 括號 做總是 pointf YES 我要跟大家講 剛剛這寫法寫的四行 非常離散 可是在復活圈 只要寫一行 這叫使用前 進去之前 A43搞定 這個呢 做判斷 A是不是大於0的條件 是 這是最後最樓下 A減減 叫收尾 所以呢 本來是 1 2 3 4 4個重要的程序 我們現在有個4回圈 寫出來 而且 它畫出來流程圖 跟剛剛畫那條線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為了證明它真的一模一樣 我用橡皮 它真的一模一樣 就繞三次嘛 但這個圖有點亂了 我再畫一次更清楚 讓你看看 什麼是畫清楚的樣子 回圈啊 這邊多做A減減 你在看 開始 A等於3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方框 方框跟你講說 一開始 A是3 忘了寫 一開始 Int Int A是3 這邊就是這樣 進去回圈之前寫A是3 進去回圈之後呢 我現在已經學聰明了 我從裡面開始往外面繞 先繞小君再繞他 第一次走進來 A減減 怎麼還是會繞到他 白馬線跳過來 第二圈 A減減 第三圈 A減減 繞了三次 然後呢 最後一次呢 就出去了 我現在補一下 這塊比較漂亮一點 A一開始是3 繞一圈 兩圈 三圈 出來 所以呢 A等於3 A減減 其實是倒過來的基礎型 倒過來的基礎型 不過同學們可能基礎型 基礎型記不守 但是就記一下形狀 如果搞不懂 繞圈圈多繞幾次 心中有流程圖 你就搞懂他做什麼事情了 好那老師就不要再細膠了 就加這邊為止